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苹果手机通用检修流程系列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整机不连机的一个检修流程 我们在讲这个整机不连机连接流程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讲的整机不开机的检修流程 其实我们上节课的整机不开机检修流程 其实已经把大部分的关于不开机的这一块故障原因做了一个分析 做了一个分析之后呢我们做出来这个流程图 但是还有一些个别的比较特殊一点的故障现象 在这里呢其实并没有写 你看我在这里写的这个呢是这个什么 不动是吧起跳小电流30好像左右不动 然后100150到30不动啊 还有150到200不动 这个这里呢用到一个什么 一个说明啊不动 起跳电流不动 会导致不开机 那么很多人就会有疑问啊 那我明明在修机的过程中呢遇到过很多这种电流是动的 但是他也是不开机的 是吧 比如说有时候呢电流可能会在0毫安啊 到这个什么80毫安啊80毫安再回到0毫安啊 这样电流呢这样来回的摆动0毫安到80毫安回到0 然后再从0到80再回到0 再从0到80回到0 指针万一表指针电流表上呢指针呢会怎么摆呢 那就会摆回去啊摆到80又摆回来 摆到80又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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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明明是动的呀是吧 这个电流指针明明是动的啊 他不是说不动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这样子的啊 其实我们还是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呢就是我们上节课呢 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啊 开机的一个电流曲线啊 手机正常手机开机的一个电流曲线啊 还有一些手机呢 他是怎么样子的啊 他电流呢也不是说完全不动 正常前半段啊 这些都是正常的 这些都是正常的啊 走到后面某个阶段的时候呢 电流突然一下啪打上去了 打得很高啊打得很高 可能几百毫安啊几百毫安或者超过1毫安以上 然后大电流 电流突然掉下来 掉到零啊 不开 就是前半段电流正常 然后到后半段啪电流全部打上去 打上去 又回来又不开 那这种电流也是动的呀 没说你这个触发起跳电流 多大啊 电在这里 就不动了 其实呢怎么说呢 这个手机的这个故障现象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啊 就是我们很多人呢 把这个故障现象呢 想的太简单了啊 很多人以为不开机 好像就只有一个故障现象是吧 然后其他的所有的故障现象好像都有对应的结果啊 比如说不显示啊 对应一个元气渐坏啊 比如说很多人都觉得不开机啊 对应一个元气渐坏 不显示对应一个元气渐坏啊 然后没有声音对应一个元气渐坏 其实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啊 因为他这个现象呢 同样一个故障现象 导致这个故障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啊 有很多 那我这里为什么没有写这个电流跳变啊 不开机呢 有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 是大家看一下啊 所以 是写不下了啊 第一个 这里是写不下了 因为这个往后面写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啊 还有很多电流现象 这里只是说 列举了三个 列举了四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电流现象 列举了四个比较常见的电流现象 那后面呢 还有还有很多啊 只是写不下了 但是其他的那种很多呢 也是 怎么说呢 也是大同小异啊 就是说电流在运行过程中 动态过程中 然后突然间变大啊 要么就是像我们这种 暂存电流 是吧 内存电流 内存电流的话呢 电流指针啊 摆到80 然后回来啊 再摆到80 再回来 再摆到80 再回来 反复摆动 电流反复摆动 这个呢 一般我们认为是暂存的电流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器 如果不装暂存的话呢 它这个电流呢 就会这样来回摆动啊 这就是我们一个状况 那么这几种情况呢 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呢 我们在后面啊 后面有个专门的章节呢 会把它补充进来啊 什么章节呢 就是电流法修计 我们看电流修计 我刚才说了几个原因啊 为什么在这里没有提那个 动态电流的 动态电流引起不开机的任务 第一个呢 是我们这里呢 也是确实是没得要写了 写不下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我是想留点内容 留点内容呢 给我们后面的这个电流法 电流法看电流修计呢 留点素材 比如说你这里全部立举完了 那后面的电流法修计 好像就没得讲了 是吧 当然也有的讲啊 只是说内容的话呢 不是那么丰富了 其实这里已经提到了一部分电流法的 就是说 这种电流呢 是我们比较容易观察的 你看起跳电流啊 定在多少不动 定在多少不动 这种电流是非常利于我 我们进行观察和判断的 那种动态的电流呢 我们就需要对这个电流的认识呢 要更深一个层次啊 更上一个台阶啊 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动态电流啊 电流跑到什么位置啊 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大概是什么故障 所以因为这个动态电流捕捉呢 是非常复杂的 知道吗 这种动态电流捕捉是非常复杂的 有时候会很大程度上 给我们造成误判 就从这张图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就是说同样一台机器 同样一台机器 同样一台机器 所以前三秒钟 基本上是 规律非常的明显啊 这个线呢 几乎是重合的 但超过三秒钟以后啊 甚至超过五秒钟以后啊 最多超过五秒钟以后 这个线的规律呢 就非常的凌乱了啊 就已经非常不明显了 也就是前三秒钟啊 起跳电流这个判断故障呢 是相对来说 比较 比较好判断啊 也是比较好看的 就是我们分大类的时候呢 是比较好分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啊 给大家分的大类啊 四大类是吧 这里分大类的时候 是比较好分的 那后面的话呢 电流就比较复杂了 非常复杂了啊 看起来的话呢 如果不是有十足经验的话呢 你是很难去 在这种动态电流里面去找规律的 即使找到之后呢 也是不一定非常肿啊 也顶多呢 就是做一个参考 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内容呢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 遗留下来的啊 这个问题 不连机啊 手机不连机 就是我们在修这种不开机故障的时候呢 我们要确定我们的手机要连机 那么如果手机不连机 不连机的话呢 就没办法刷机 是吧 没办法刷机 那就没办法看报错 就没办法进一步的啊 缩下我们的这个故障范围 其实呢我们修机啊 它是要有很多方法的 我们会同时采用很多种方法啊 而不是我们想的这种什么啊 一朝仙 是吧 吃遍天 我们用一个方法啊 或者用某一种方法呢 就可以打遍天下啊 打遍天下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在这里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就我们总体上的一个思路跟大纲 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思路跟大纲 我们手机智能手机的维修方法啊 其实有很多的 我在这里列了很多种 至少21种方法 是吧 询问法 观察法 软件 刷新报错 对击组织 电压电流 波形 感温 瞬向验 按压 比较代换 短阶 断路 甲天线 信号分析 综合法 这些都是我们智能手机的维修方法 就是我们修台机器 真正修台机器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综合判断的 就不是说根据哪一种方法 比如说我一定要根据什么 电流法 一定要根据什么电流法 或者是一定要根据什么刷机报错法 还是一定要根据你的这个什么维修流程 来修机 当然这个维修流程呢是必要的 维修流程是我们的维修思路 这是大的方向 这个是没有错的 大方向是没有错的 包括后面写的这些呢 都是没有错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在细节方面呢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这个细节呢 讲起来就太多了 因为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也太多了 我们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综合判断 那记住啊 就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所有的方法拆分出来 拆分出来是逐一逐一的去学习这种小的方法 就是我们先从点然后到线然后再到面是吧 而不是说我们刚开始 你一句话两句话或者一节课两节课呢 把所有的方法和所有的这个技巧呢 你根本也说不清楚 只是我们会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把这个方法呢 全部给告诉大家啊 截至目前为止呢 我们在维修方法里面呢 给大家已经讲过的啊 维修方法 有这个什么询问法观察法 刷句报错法呢 一直没有提啊 当然我们后面会讲 然后呢 电压法讲了啊 电流法没有提啊 感恩法跟孙向音安法呢 在我们实地班教学的时候呢 线夏老师经常会用到这个方法 这讲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后面呢 也会再讲啊 继续讲啊 后面的这些方法呢 就还没有讲到啊 还没有开始讲到 那么 特别是网络班的同学呢 就是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啊 看这个教程的时候呢 不要跳过啊 不要跳过 就尽可能按顺序来看 就是我们这个是维修流程的第一节课啊 就是整机的不开机 检修流程是第一节课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个啊 连机电路 连机电路呢 是第二节课 就是说我们修连机的话呢 不是说啊 单独的去修连机 那你修连机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呢 现在的用户在传输数据 或者是传输用户资料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不用这个数据线的啊 基本上就是网络直接传了啊 刷机呢 刷机呢 刷机的话 普通用的用户刷机呢 基本上用手机内部的这个软件升级 这个功能也是可以刷的 不用连数据线啊 再就是维修的话啊 就是修连机这个功能就修的比较多嘛 我们搞维修的话 如果用数据线来刷机的话 那肯定是要把它修连机的 是吧 也要修连机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连机功能有机长的话呢 可能是充不了电啊 对我们充电也是有影响 所以他这些功能呢 都是基本上都是环环相扣的 也就是说你不连机 有可能会导致不充电啊 反过来有时候不充电也会导致不连机 再就是充电这个功能用户肯定是要修的 再就是不连机的话 对我们维修不开机这个故障呢 也是不太有利的 就是说我们维修不开机这个故障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去考虑修这个连机 然后这个手机连不连机呢 我们也是要看电流的 其实我们也是要看电流的 就是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电流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导致它不连机的 小电流啊还是中电流啊还是什么大电流 导致它不连机 就是我们在连机之前呢 其实也是要加电啊 也是要去加电 也是要去加电观察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后面的这个不连机的这个流程呢 是接到我们上面的这个不开机的这个流程 嗯之下的啊 它是不开机流程后面补充的流程啊 就是在这个阶段是吧 在这个阶段补充的流程啊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连机之前呢 我们上面的这些动作呢 其实也是要去做一下是吧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这个动作啊 整机单板加电观察开机电流是否正常啊 我们要观察这个电流是否正常啊 电流正常能开机能进系统 然后不连机是一种情况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电流异常啊 不连机不开机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吧 这个呢是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比较复杂的啊 就是说你判断一个故障的时候我们要综合去判断的啊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运哪种方法啊 从头走到黑啊 比如我今天学了一个方法 比如说电流法看电流修机 那我之后所有的故障难道都要去看电流修机吗 不可能的嘛 看电流修机哪有那么神呢 啊之前有个网上有个叫什么 这个是吧 说什么一分钟电流法 修各种故障 这个就怎么说呢 就是 光一个一种方法怎么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 那就只能证明你修的修机可能修的太少 或者就是骗人 当然他自称从手机出现之前 他就开始修机修到现在啊 大概有实际二十年的二十多年三十年的维修经验 那就更不应该说这这种话了啊 只有看电流就能修各种故障的这种言论呢 绝对都是怎么说呢 不负责任的言论都是夸大的一种言论 我没有说是看到我这个维修流程之后呢 就可以修所有的不开机的故障 我只是说 绝大多数不开机呢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啊 绝大多数 比较特殊一点的呢 就比如说跳动的这种电流 电流来回摆动 比如说电流来回摆动啊 这个是有些是有些时候呢 是这个啊 上盖电流也就是上盖坏了啊 上盖虚焊了或者上盖没装 但有些时候即使是这种摆动的你 你能确定它一定是上盖的问题吗 这个也是不一定的 是吧 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啊 即使是上盖电流 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就是上盖的问题 不信你们自己去修正式 还有就是说 正常开机电流是前半段正常 然后后半段突然下变高啊 突然下变高之后呢 导致掉电啊 没办法正常进系统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白苹果 白苹果定屏 还有开机白苹果重启 啊 就重启和定屏这两种情况 算不算不开机呢 他其实也是不开机旗下的啊 不开机这个故障旗下的 我在这里其实也没有写啊 不开机 白苹果定屏算不算不开机呢 如果你呃 从广义上来讲的话 白苹果定屏其实也算是不开机的 啊 白苹果出现苹果logo定在这里不动了 你进不下去 就跑不下去了 这个你能说他开机了吗 不能算啊 我们开机其实有两种定义方式 另外呃 如果从狭障上来定义的话呢 他算是开机了啊 就是白苹果定屏的 但是从广义上来讲的话 他并没有开机 狭障上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只要出现苹果logo 啊就算开机 还有一种广义上来讲的话 所谓的开机就是说 一定要进到系统 进到桌面啊 啊 能可以滑动图标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机 啊 如果按照从亮平白苹果到进桌面啊 可以滑动图标这个过程算开机的话 那么白苹果定屏也不能算开机 啊 还有就是重启啊 啊 啊 按开键之后呢 反复重启 这个呢 也不能算是开机 这个白苹果重启和这个白苹果定屏 我们都可以把它划分到这个什么 不开机里面去啊 那么 那这个时候在写流程的话呢 大家发现这个流程就会干什么 非常非常的复杂 啊 非常非常复杂 那就不是这么几个 几个点能概括的了 那你写流程的话 那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 啊 因为这个故障现象实在是太多啊 太丰富了 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啊 他也是 不能算是开机的 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开机的现象 难道我全部都要写在这个流程里面 首先这个流程根本也写不下是吧 没地方写啊 另外一个呢 你18回也写不清楚 就算你写清楚了你也说不清楚啊 所以后面我们会把它列为专题啊 比如说我们专门有个电流法啊 就看电流来判断故障的大致为止的 我不是说精确为止 百分之百能让你定位到哪里那里坏了 这个我做不到啊 我相信没有哪一个人完全做得到的 他只是说大部分定位可能是准确的 但是他不不敢保证百分之百是准确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百分之百啊 这个虽然是一些哲学道理 但是确确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啊 我们能做到百分之七十八十啊 就是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电流呢是一个专题 然后后面呢我们对白苹果定屏啊 这个是一个专题 这种故障现象是一个专题 然后呢重启是一个专题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故障现象都是一个专题 都会把他们的这个流程呢写出来 所以这个不开机呢 其实怎么说呢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狭义上的不开机 而不是一个广义上的不开机 其实这个不开机 光不开机的这个课题啊 你都可以写很多内容出来 不开机啊 所以大家就不要认为啊 每一个故障都会对应一个故障点 这个故障点每次都是固定的 这是不可能的啊 就不开机 你大家看一下这流程就知道了啊 引起不开机的故障原因有多少 我光置一页还说不清楚啊 光置一页还说不清楚 对吧 当然无非呢还是就围绕着这几大件来展开的 所谓的不开机呢 无非就是这几大件啊 逻辑五大件加一些小元件加班底 无非就是这几个东西啊 就是五个件加上小元件算六个件 加上班底算七个件 就是七大方面 我们所有的方法呢 都是立足于来判断是这七大方面的哪一方面 但是光小元件你自己去数一下有多少个小元件啊 板底线路的话 你数一下有多少条板底线路啊 我说的这五大件呢 就是五大芯片 那除了这五大芯片以外啊 晶体不算芯片啊 除了这四大芯片加一个晶体以外啊 这五大件以外 还有很多的线路啊 n条线路 也不算n条了 反正就是很多条啊 板底线路 还有很多个小元件 都有可能会引起不开机啊 那除了这五大件以外 引起不开机以外呢 PPV滴滴梦和PP BITTVCC相关的负载上面的 这些元器件也都会引起不开机啊 加件代表不开机 对吧 所以光不开机的这个故障原因呢 都有很多很多种啊 很多很多种 所以不要想着什么不开机对应一个故障原因啊 不显示对应一个故障原因 什么时候会对应一个故障原因呢 只有当你把它修好之后 它就是一一对应的啊 在你修好之前 它有 呃 这个很多种啊 很多种 我用n种原因来代替了 在你没有修好这个故障之前 它有n种故障原因 导致这个故障现象的原因有n种 只有当你修好它这个故障现象的那一刻起 它的这个故障原因才是危机的啊 才是危机的 反正大家啊 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但是这就是事实啊 这就是事实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提的这个什么啊 这个usb啊 连机电路啊 还有这个usb管理电路等等啊 修连机的这个流程呢 是啊 紧接着我们上面前面这个课程啊 就是不开机的这个维修流程的一个啊 补充流程 然后后面的什么白苹果定屏 白苹果重启重启啊 也都是属于不开机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范围之内的